前两天在四川成都的一家超市里 这超市的保安呢 发现了画面中您看了这位 约30岁左右的男子啊 有些不对劲 随后呢经过观察 发现了这名男子的惊人之举 画面中的男子正在接受警方的检查 就在半个小时前 这名穿着得体的男子 在成都市金花镇一超市里 偷东西被人发现了 而他偷的竟是超市里 售卖的大坨大坨的猪肉 记者通过超市 方工作人员提供的照片和视频 可以看到男子的裤裆 确实不同寻常 不过不仔细看 也并不容易发现 那么超市方工作人员 又是怎么确定 就是他偷了肉呢 男子偷走的猪肉体积都很大 重量也十分充足 直接塞进去 直接塞到大腿这个位置 口当上 口子牛在口外面 已经掉到这个位置 从来没想过 他会帮口当上塞 中文字幕积都很大